男同立委補選選前黃金周 藍綠大咖動員拉票 只見賴清德 陳建仁高舉 蔡培會的雙手動算喊了大聲 但在野黨炮轟 全台缺氮 缺水還缺藥 隔魁缺步 趕快想想辦法 我真的覺得很過分 你有這個時間 你是不是應該去視察一下 傳統的淡場 缺水 怎麼去解決 缺藥 怎麼去解決 當現在國家大政 尤其看到陳建仁被尋守秀 被藍營狂空 根本是三缺內閣 他是這麼回答 藍軍痛批 陳建仁都在說空話 跟聊天機器人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會有這一個氣候的關係 會有這一個國際供應鏈的 鍛鍊的關係等等 藍軍痛批 陳建仁都在說空話 跟聊天機器人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會有什麼不一樣 他會讓人家覺得說 那麼今天去問我們的隔魁陳建仁 還不如去問那個Chad GDP 他的人士是學者 天主教徒 所以他不能張牙五爪 但是他連騎馬的回應 他可能是也沒有能力 陳建仁臨為壽命 接下總統蔡英文調整好的內閣 尤其在兩岸定調上 曾說台灣人民不接受一個中國一國兩制的九二共識 根本是複製貼上小英的畫 故意的把九二共識跟一國兩制畫上等號 這樣的操作其實就是當年蔡英文 用所謂的辣台妹或操弄芒果乾 來取得政權取得選舉勝利的這樣的一貫的手法 我們真的覺得蠻失望的 對於一個新的隔魁事實上 他走的還是一個選舉操作的老路線 新內閣換湯不換藥 若仍以政黨利益優先 不把百姓福祉放眼前 就怕將再被人民用選票教訓一回 第二楊七號林佩傑台北採訪報導 我是林佩傑 從生活消費政治議題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中市的各式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